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主持人汪小磊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感谢大家来收看我们的欢乐法治中国年 今天的节目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大明星 亲爱的朋友们 过年好 过年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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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三年 歌手汪正正 对 我是 向上演员李然 小李 干嘛来了 拜年啊 拜年 祝愿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牛年 牛气冲天 希望大家伙在牛年里 都能特别的漂亮 漂亮的像我一样 好好好 我能提个问题吗 您说 就是你能告诉你们俩 我们介绍你们俩来干嘛呢 我们俩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对了 对了 这终于说到正经事了 你看有任务 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呢 主要是介绍一些 特别有勇气的一群人 那群人才是我们这个舞台上 真正的大明星 我们两个人呀 只不过是抛砖引玉 今天您先来推荐第一个节目 我今天推荐的这个 这个好啊 这是一首歌 歌名叫《第十四天》 法官呢 是一个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在疫情期间 由于这个防控的要求 我们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 和当事人面对面地进行谈话和沟通 但是呢 我们把这些工作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利用科技法庭 在线上和当事人进行开庭和谈话 我们的执行网上查控 网络拍卖 网上的失信惩戒并没有停止 我们的执行工作做到了不停摆不打烊 我是朱龙 我是赵俊 我们是人民法官 我们也是奶奶辉乐队 窗外冬日的暖阳 只能隔着玻璃眺望 头顶是时目的月亮 可是河边不再有灯光 安静的广场 那遥不可及的远方 我有点想念 奶茶店的那个姑娘 街角的小巷 有人戴着口罩歌唱 她唱着爱与信仰 让人轻易湿了眼眶 总在风起后 怀念如水一样的平常 人生本来就这样 是经历与铭记的过往 是否世上真的有 灵药与妙方 能够治愈那些苦痛和悲伤 是否起航免不了 暴雨和风浪 才宁人相望 地久天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戴着红色的衣装 在小区的门口站岗 她穿着白色的衣裳 奔忙在自己的战场 命运的无常 平凡的人无法阻挡 但是总有傻瓜 守在一身旁 其实英雄未必有 铠甲和翅膀 逆流而上也是一种力量 就像四季总会有 烈日和冰霜 冬天过去 樱花开满山岗 你说世上一定有 灵药与妙方 能够治愈那些苦痛和悲伤 你说起航免不了 暴雨和风浪 此时我们向往 地久天长 真不错 真不错 怎么样 郑郑老师 这个歌你听了感觉怎么样 听了这个歌曲 就是它的旋律 特别的温暖 这个歌名第十四天 其实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 我们写这首歌的时候 正好是去年年初 武汉分城的第十四天 然后第二个含义 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新冠肺炎 它的隔离期是十四天 那么当人们在隔离的 这十四天里 应该是饱受这种煎熬 和不安的折磨 那么到了第十四天 其实就意味着 一种解脱 一种康复的希望和勇气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首歌 给大家带去一点 就是祝福和勇气吧 谁说我们法官 只会写卷宗呢 写这首歌词 真的非常的感人 那接下来 给我推荐节目了 对 刚才这个节目呀 很精彩 你看 用不着 你总结 快 接下来这个节目呀 更精彩 观众朋友们 大家 过年好呀 今天 为了让大家 深入了解 我们公司的产品 特意请来了 我们公司 谭经理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我今天来这里 就一个目的 向大家推荐我们公司的一款 重量级产品 今天呢 我邀请了一名 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国家级 不 世界级知名医药学专家 大家好 我是副教授 比人幸福 但我是正的教授 今天来这里呢 就是想给大家 推荐一下 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 佩戴之后啊 什么肝炎肺炎 气管炎 腰疼腿疼 脖子疼 全部是药道病除啊 下面呢 我们就请一位 幸运的叔叔阿姨 来试戴一下 我 我来试戴 我倒要试试 你们这东西 神奇在哪里 那既然王叔 您这么热情 我们就有请王叔的老伴 刘阿姨 来试戴这款产品 我吧 刘阿姨 刘阿姨 这个项链戴上之后 有没有感觉有电流 透过皮肤进入了细胞 有没有感觉自己 变年轻了 您别说 戴上之后 好像真的感觉自己浑身 热血沸腾 皮肤紧致 汗毛倒数 漆上暴下 刘阿姨 刘阿姨 变年轻就对了 我们的产品啊 就是有让人 返老还童的功效 老伴 这东西到底怎么样 我还是得试试 有 王叔 你也想试试看 那必须的 行行行 你带吧 哎呀 你呀 试一下 嘿 我就不信了 哎呀 老伴 这东西好像真有用啊 是吧 老伴 哎呀 真是啊 过去呀 你把咱家二十年的积蓄 都用来买保健品 我还质疑你 我真的是错怪你了 哎呀 这样这样 我们买 我们都买啊 王叔 这可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 瞧见没 我们这都是限量产品 限量啊 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呢 等会儿 第二个我全要了 太好了 您全要了 对 刷卡 您住哪儿 小鱼 导航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文山路379号 将为您导航至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 站住 站住 戏言完了 该跟我们走一趟了 关爱老人 关注健康 不贪便宜 警防诈骗 大家如果遇到 欺诈 虚假宣传 等违法违规行为 欢迎拨打 检察服务热线 12309 请记住 12309 请记住 12309 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为什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 女检察官都长得这么好看 你看看 但是咱说点正经事 为什么你们要创作 这么一个作品呢 我们还是根据我们所办理的一个真实案件 因为我们浙江省检察机关呢 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一个犯罪 针对保健品市场的乱象呢 也是一直会开展一些专项行动 我们这次的那个小品呢 是直接改编字 我们江山市人民检察院 我们江山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个保健品的一个公益诉讼的案件呢 李然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人呢 他比较容易上当 骗子呀当然是非常非常可恶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作为儿女来讲啊 也应该反思 因为我们有可能太久没常回家看 骗子们的那种温柔啊 有的时候老街儿 那些老人是抵挡不住的 好 那接下来又该您推荐节目了 我接下来给咱们所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推荐的这个节目好 这是一个组合乐队啊 大家好 我叫刘璐 在湖南省高级人理法院林三廷工作 在我工作的湖南高院 有一群心怀法治梦想的年轻人 他们将工作补成曲 将信仰唱成歌 将理想写成诗 用音乐书写着法院人的初心与担当 还记得那天 出来闸道 在法律的门前 我迈出坚定又执着的地步 秋天的清晨 红叶飘落 此时阳光正好 小小的发挥 闪耀着光芒 理所当然的 会跌跌撞撞 有时感觉像 走在无边 昏暗的旷野桌 当无数的人 将火把点燃 背对我 引走主意 引领我方向 给我力量 有时信仰 一直在心里 一直在心里 尽管道路 黎明 在眼中燃烧着 炙热的光 清醒我们 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勇往直前 又不妥协 才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当月经人间的冷暖 善恶悲欢 才终于明白 这个世界 并非那么简单 当黎明地道曙光 照亮了大地 才发现脚下 是开门了 鲜花的暗夜 你们靠过来 新闻的说 风景就在眼前 年轻的翅膀 一定飞了起来 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尽管道路迷隱 眼中燃烧着炙热的光 谢谢我们 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勇往直前 拥护脱窃 才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当月薪 人间的冷暖 善恶悲欢 才终于凝盘 这个世界并非那么简单 当黎明滴到曙光 照亮了大地才发现朝霞 是开满了鲜花的蓝眼 你奔跑过来新闻的说 风景就在眼前 年轻的翅膀一定飞了起来 真棒啊 好可思极 红乐队啊 我觉得今天啊 咱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能够感受到 是一种非常非常这种 这种时尚和这种年轻化的那种 积极向上的那种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法院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工作的压力也特别的大 但是我特别好奇 像你们这么年轻 工作压力那么大 你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去排练啊 有时候有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以后 我们就会在朋友的那个排练房里面排练 我们是属于那个机关摇滚 什么叫机关摇滚 机关里面的喜欢音乐的人组织起来的乐队就叫机关摇滚 唱的歌可能跟我们职业相关 简称官摇 我听他们说这个乐队其实就是清唱最能体现他们的实力 其实大家伙也有这种感觉 刚才那个节目很精彩 但是有点意犹未尽啊 对 对 是不是来现场 咱们来一下 那我们就唱最后一句吧 OK 来 大家一起合一下 年轻的翅膀一定飞得起来 这就是青春的追求 这就是青春的梦想 为青春点赞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牢记使命 祝正义 不忘初心 守情怀 向初省高级人民法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 浙江检查 祝乡国人民 新春快乐 祝大家游戏总监 快事如一 祝大家最最常欢迎 年年贴胜益 无奈胜高级人民法院 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